好继续上一个话题 严育坤针对政公所建设客内外部问题重重 无奈只求政公所做好简单的事就好 而正代表徐玉珠直询关切多数为约聘雇员的建设客的专业能力 再者还基欠超过10件以上的工程款项 更遑论执行的地方灾修复建工程计划 徐玉珠气愤又无奈的直说 建设客干脆收掉算了现场一片尴尬 正代表徐玉珠60分钟的咨询时间 直接挑明了政公所建设客内有外患问题重重 因为没有正式计师及专业的客长来代理下 对啊 然后这部分我们可能内部可能要检讨 看看是否 所以政长在怎么惩处啊 在怎么寄过啊 有用吗 玉璃还是一样不会进步的 那我上一个会期我就曾经说过了 政公所建设客做不来 我们停坐 从秘书张一鸣详述建设客约聘雇员学经理 正代表徐玉珠直询痛批 毫无专业能力根本无法执行推动工程建设 在这公所除了圆明课民政课之外 其他客室主管不是身兼二职就是代理职务 地方政政建设不张残害玉璃镇的发展 正代表徐玉珠高度质疑也讽刺政长蔡秋龙的执政成绩单 预理政代会正正直询一成末日 最后一个直询的政代表徐玉珠 希望能够有个happy ending 然而全被政政建设不张 及政长蔡秋龙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幻灭 徐玉珠甚至还一度怒骂政公所无能 炮轰建设客干脆收掉 相关建设工程全交由县府处理 气愤又无奈的结束质询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